各位好啊 吐槽一下头条 昨天我发那视频 就说我考拓夫那个景地 最后又跟大伙讲讲 当时我考拓夫那作文是怎么写的 写的是骂 看过我的视频朋友都知道 我的视频呢 以硕为主 我的视频背景呢 尽量和我硕的这些事相关 但是我不是拍电影的 也不是拍电视剧的 我只能说是尽量 让背景视频和我说的事情相关一点 但是我不可能做到 那背景视频跟我说的完全相关 我不可能 如果我正把视频做成那样 我不就成拍电影的了吗 我不就成了导演了吗 结果就来这么个东西 推荐烧影响 说我这视频内容主题性较差 无实质内容和意义 建议选择其他内容创作 我肯定不服啊 我肯定审诉啊 没用啊 审诉未通过 这个不是第一次了 我这跑船系列也好 还有这移民系列也好 还有以前的小白楼系列也好 至少有十好几个视频 因为同样的原因 被限制推荐了 投诉无门 我就不明白啊 这个头条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头条是怎么想的 说我这视频内容啊 涉及孔洞 信息量低 我只能说 这个头条审核能说出这种话来 那就证明这视频他连看都没看 他以为这视频跟其他人发的那种扫解的视频 是一样的 他不知道这视频是有内容的 同样的视频 如果我本人处境坐着白乎 肯定不会有这些问题 以前我懒得跟这头条交这 因为我跟他们以前交这交这次数太多了 而且吃的亏也吃太多了 所以呢 我很长时间没跟他们交这儿 今天喝多了 又跟他们交这儿去了 跟他们讲道理 但是跟以前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一点肉都没有 我也是浪风臭的 又跟他们客服交情半天 把自己气得够香 因为跟客服交情一点肉都没有 他做不了主 他只能反馈给平台的审核 你想平台审核 他这一天得看多少个视频 他不可能把你的视频完整看一遍 他就点开一看 哦没错 这是嫂姐的视频 抢币 哎 没地儿说理解 你们看看 这是整个我跟这人工客服的对话 后面我没发啊 因为我越说越省气 越说越省气 最后有点走板 各位朋友 您拼命理 我那个视频怎么的了 怎么就内容空洞了 信息量低下了 我不就是没本人处境吗 这犯了天条了 我知道你头条 希望 拍视频的 能整人处境来拍摄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证人处境 他有的人他就不愿意 你像我 我就不愿意 我不知道平台怎么想的 你看看播放量 看看评论 看看点赞 然后你再决定这视频 是不是内容空洞 信息量低 咱也不知道平台这算法到底怎么回事 这帮人工审核是干嘛吃的 这真的太欺人了 信心苦苦做个视频 然后他给你先溜了 关键是我这类视频我怎么办 我就是以朔为主 奋享尽力的 你非让我这视频 跟我说的那些事 完全吻合 那我不就得拍电影去了吗 你这不纯粹为难我吗 我希望这头条审核人员 能看到我这视频 想想怎么改进你们的服务 但是很有可能 头条审核人员 看见我的视频以后 把我的视频咔嚓了 这个可能性 比他们改进审核标准 改进他们服务 要大大度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我那视频怎么的了 各位朋友你们说说 怎么就那种孔洞 信息量底下了 你店子看卖呀 不过我也没辙 我也就是在这吐吐槽 俗话说的好 广贵不斗视力 人家是视力 你是广贵 你怎么能斗得过人家呢 你在人家的平台上 人家说卖都是真理 别说你了 特朗普怎么样 到了腿特 说把你禁烟了 就把你禁烟了 你不过这样怎么样 你不过这样算个屁呀 我告诉你说你屁还是好的了 在头条眼里 你连个屁都不是 大摸各位好朋友时间了 让你们在这儿听我发牢骚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不说了